海外媒体5月17日透露 中共阻止联合国公布一份专家组报告 报告中 专家谴责朝鲜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 并通过比林的第三国向伊朗输送弹道导弹技术 这份报告说 违禁的武器技术通过朝鲜和伊朗的国家航空公司 高利航空和伊朗航空的常规航班运输 外交人员说 这些航班途经了第三国 他们确认这个国家是中国 葡萄牙驻联合国大使 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主席卡布拉尔透露 这份报告中的指控非常严重 按照规定 报告需要安理会成员一致同意才能公布 但是 中共在周二早晨公布报告的最后期限之前喊停 要求暂缓公布 事实上 联合国专家组向安理会递交报告时 就由于组内的中国专家拒绝在报告上签字 因此推迟计较24小时 据西方外交官透露 这名中国专家受到了来自北京方面的巨大压力 不过 这份上星期首次提交的报告已被泄露给几大新闻机构 路透社 法新社 美国之音 德新社等 17号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不过 中共对此进行了淡化处理 外交部星期二声明 这份文件不具备安理会的权威 外交部发言人江瑜在一份传真声明中表示 不愿意就来自匿名消息来源的说法置评 联合国特使表示 如果报告中关于伊朗和朝鲜 经常对有关违禁技术进行信息交换的指责属实 那么中共是否履行了制裁朝鲜和伊朗的义务 将遭到质疑 西方外交官透露 北京政府此前也曾经采用类似手法 阻止有关朝鲜和苏丹的报告 公诸于世 新唐人记者 上燕 朱棣 综合报道 一边